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2月20日 星期一 28日2月份得 很快3月了 還有幾天 我3月頭會做個手術 放心 不是中了肺炎 做了先跟大家說我做些什麼 今天有沒有賭馬 你們 我少收拾幾個 到時在馬經再跟大家分享 開始今天的報導 衛生署今天說 新增6067宗確診 累計的確診 52,830 宗 首次超過武漢的個案 你們故意用武漢來講 你是不是想污衊我們祖國 張竹君說 過去五日的情報數字 每次都上升 本月15日至17日 每日多4000宗 但是昨天已經超過一萬宗 認為有必要繼續延長社交距離措施 中心總監徐樂堅就說 一定不能夠放寬 至少是要延續 當然如果這個形勢也不理想 再進一步收緊也有這個需要 當你們以為打針可以吃飯的時候 打針可以去玩 打針可以去喝酒看戲的時候 他說繼續收緊 張竹君都說不出什麼事 我們聽聽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他今天在商台說什麼 他說社交距離措施沒有條件放鬆 港府甚至只是進一步研究收緊 他說依然看見部分地方較多人流 但明白有日常生活所需 他期盼市民靜一靜 減低外出減低人流 並盡快打針 他亦都感謝中央派遣內地專家來到香港 分享內地的成功防控經驗 與本港流行調查的趨向更加精準 他說是比本港的所謂專家更加精準 他的意思 我想說現在 大家應該看過一些照片 銅鑼灣清零 時代外面 旺角西藏塞南街 尼敦道都清零 觀塘都沒有人 人稱老母的觀塘 你還叫市民不出街 現在市民根本上出街都沒有工作 外出真的只是買飯吃 你是不是派飯給全香港的人 政府 香港市民已經很遷就你們 真的很合作 檢測 檢測那些就是人流 排五六個小時當然多人 今天李家超亦發表網誌 他說特區政府已經進入全面的作戰狀態 用這個心態來應對這個第五波疫情 他衷心感謝中央高度重視香港特區的協助請求 支持香港抗疫 他又說 只要香港人團結一致 不分化 不來耗 有國家造後盾 抗疫戰必勝 李家超說 感謝大家一呼百應 社會各界 企業 同鄉社團 和地區力量 都紛紛加入抗疫工作作出貢獻 包括組織義工隊支援基層 捐贈物資 提供酒店隔離設施 籌備專屬的士車隊等等 以及借出地方作疫苗接種等 他說值得肯定的是 社會上有不少抗疫的無名英雄 傾身而出 我感受到團結作戰的同心同向 以及巨大的力量 他最後總結 有了中央的強力支援 香港在檢測 隔離和治療方面的能力 肯定大大提升 足以讓特區政府執行更加有力 和更加全面的管控疫情方案 能夠做到 早發現 早隔離 早治療 有能力打贏Omicron的傳播速度 扭轉個案的上升趨勢 將這個趨勢逆轉向下 最後達至清零 香港現在唯一的敵人是病毒 只要我們團結一致 不分化 不耐耗 有國家做後盾 我們必定能打贏疫戰 耶 李先生 李家超大哥 厲害 剛剛司長說 我們抗疫方面 有很多人支持 但是有些人 我就覺得很離譜 做了一些事情 疫情爆得不清不楚 確診者需要在家裡隔離等待送院 但是香港出現不少僱主 拒絕被確診 確診外傭回家的個案 這樣也可以 這些人真的離譜 外勞市工中心的發言人就說 他和其他慈善組織在過去兩三天 已經接獲十二個外傭求助 因為證實初步揚勝 而被拒回僱主家 最後怎樣 露宿街頭或醫院過夜 香港亞洲家務工會聯會 亦表示 他真的是這樣 名字 這個工會 接到等候翻新工的外傭 因為簽證被拒 最後更因爲確診而無家可歸的個案 亦有外傭 因爲確診 被無理解僱 促請當局證事 剛剛說了 有十二個因爲初陽 而被僱主拒絕回家的外傭 其中七個 已經轉介去到臨時住宿隔離 暫時有地方住 另外一個已經入院 即加上八個 有四個可能會在家 外勞市工中心的發言人說 因爲醫院和隔離設施 不堪重負 只有輕微症狀的外傭家庭用工 被指示在家隔離 不幸的是 不少人被拒之門外 無家可歸 在沒有幫助的情況下 這些工人 被丟在街上和醫院過夜 沒有食物 沒有生活用品 有外傭亦因爲被解僱 而不符合資格接受公共醫療服務 工會表示 他會繼續為求助的外傭提供食物和醫療支援 特別是快速測試包 另外有一宗是這樣的 近日接獲另外一個非傭求助 他主要由於正代轉到新僱主工作 但是因爲簽證申請被他 即是香港不讓他簽證 但不知道爲什麽進來 真奇怪 新僱主沒有辦法請他 因此他帶著行李去到社區檢測中心檢測 以備有檢測結果 便可以離開香港 但檢測結果是初陽 由於他沒有病徵或不舒服 檢測中心指示他接受四天的居家隔離 但他沒有僱主 他沒有地方居住 沒有家居可以居家隔離 我對這些姊姊心表同情 哇 你那些僱主 我不知道你請了他多久 請了他三四年 你對這隻狗都有感情 你這樣扔別人出門口 不是吧 我真的做不出 如果他有請工人 那政府呢 希望政府重視這個問題 很大件事 你初陽十幾個睡街 一樣會惹到人 除了幫人之外 你也是幫回香港 希望政府重視這個問題 真是很大件事 不過不是 我剛才想想 那時候我說倉鼠 那些人都是這樣扔倉鼠走 故意整個人道毀滅 香港人什麼都做得出 他所謂為了自己家人的健康安全 我說過了 已經過分了人性 很大件事 由我們偉大的袁國勇教授 帶領的研究團隊 就發現 港大的研究團隊 新冠病毒感染者 可能會造成 男性的性善機能減退 以及生育能力下降 康復者康復之後 依然會受到這個影響 我想只是說男性而已 他這樣說 袁國勇提醒 在照顧康復的男患者的時候 需要注意 可能會出現這個 性善機能減退 即是性慾減退 即是不想做愛 以及生育能力下降的情況 接種新冠疫苗 可能可以預防這種併發症 油谷針 研究結果已經被接納 在醫學期刊 臨床傳染病 在這本期刊已經發表了 信不信由你 即是中了 就會性慾減低 以及生育能力降低 打了疫苗 就可以預防 信不信由你 要講講 因為我Facebook 都不斷見人賣 有市民瘋狂搶購忠誠藥 蓮花清溫膠囊 網絡更流傳 已經受到美國認可 還說這個藥 比必利痛更快舒緩 新冠病毒引發的發燒 肌肉酸痛 以及喉嚨痛 症狀 有記者同事查了 發現上述也是謠言 蓮花清溫膠囊 蓮花清溫膠囊 不是美國食品藥物監察管理局 即是美國FDA 的認可藥物 目前更未有研究證明 比必利痛更有效舒緩 新冠病毒的症狀 鍾南山的論文 則比較加入該中藥治療 可縮短發燒疲勞和咳嗽的時間 亦有研究有消炎作用 但未能夠減低病毒量 不用封腸 香港市民真的不要封腸 我在Facebook 又看到不斷買那些 快速檢測包 不斷賣 可見人們現在又賣這些膠囊 約防賣12元包 Facebook 賣35元 三倍價錢 你真是很賺 今天是星期日 特首林鄭表明會嚴格執行兩人限聚令 向所有違反限聚令的人士 包括外傭直接發出告票 今天是否因為下雨 在中環一帶有十幾個警員和勞工處職員列隊巡視 外傭則保持兩人一組 未見到有多人聚集 有在行人隧道休息的外傭說 平日在客廳睡覺 周末的時候 僱主有家人親友來探訪 他沒有位置才外出休息 他說如果有自己的房間 我也不會出來 有外傭表示 疫情嚴重 自己也不想外出 但是僱主周末 不提供膳食 所以他只可以出來買東西吃 這個難道就是 說的所謂 剛剛那個張竹君說 陳肇始說 還看到街上很多人 就是這些嗎 疫情說到這裡 我要說其他事情 剛剛李家超局長 說現在的敵人只有病毒 只有新冠肺炎 我現在連肺炎也不敢說 成大學生會 就出事了 成大學生會發展處早前通知 成大學生會 決定收回學生會的會址 而學生會在今月14日下午 簽出會址時舉行告別禮 至少大約30個身穿黑衣的學生 在學生會的櫃台聚集 繼而帶隊遊行 高峰期過百人聚集 消息確認 警方國安處已經接手調查有關事件 循成大學生會 涉嫌聚眾鼓吹抗爭 並違反抗疫方向調查 並會安排在校內取證 事情是這樣 成大學生會 星期一 即是14日 在限期前簽出 並舉行告別禮 其間學生會的代表 以毛筆寫下 思想自由 學術自主 寸步不讓 抗爭到底 十六隻大字 並於告別禮後 發辯條 給同學寫下感言 貼上文字牆 學生會的代表 最後高呼口號 莫須之罪 致死不屈 既無所用 背誠而微 背誠而明 作出總結 臨別儀式開始之前 成大設施管理處 派員到會指 以違反防疫問題為理由 要求拍攝在場學生的學生證 以作記錄 這次真是出事 這個時勢 你們忍住 最尾講單 罕見的意外 黃埔花園昨天的 傍晚6時37分 警方接獲 紅磡必加街121號 黃埔花園第一期 金柏苑一個單位內的女子報案 他說 家裡的浴室突然傳出巨響 發生小型爆炸 他老公70歲的簡生 不慎被燒傷 清醒送到伊莉莎白醫院 作出治理 經過診治後 證實他頭部 頭部 頭部二級燒傷 消防到場時 火勢已經夠息 經過初步調查 發現 上層單位有輕微流煤氣 以至下層單位 涉事單位的浴室爆炸 起火原因沒有可疑 現在正在調查 根據機電柱的網頁顯示指引 當屋內發生流煤氣 應該弄適所有明火 避免使用電話或開關任何電掣 以及電器用具 以及盡量打開所有窗戶 門窗 讓氣體消散 如果情況許可 應該立即關掉氣體標準制 以切斷氣體供應 我住樓下真的無緣無故爆一爆 不知道保險賠不賠 真是慘了 這個簡先生真是慘了 70歲 眾生冠肺炎 好像我這樣被人燒餐 很痛 好了 今天就這麼多 記得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頻道 月費贊助 願成大學生 成大學的學生 保重 平安 拜拜